首先, 李小瑤寧姐演了這個詞語 通食小學堂 通食小學堂 樣樣都對行 真的聽到你們, 很厲害 你們都聽到真的很厲害 大家好吧, 我就是五位菠蘿哥 通食小學堂, 樣樣都對行 每位四位都是小學堂 好, 大家好 你好… 袋姐, 你好嗎? 各位小朋友, 你們好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剛才為我們用笛聲演奏 我們的標誌 有三位未來天才級的音樂家 厲害 待會就和大家聊天 好, 三位就是… 不如你介紹一下自己 你叫什麼名字?小弟弟 大家好, 我叫吳天朗, 今年十歲 你最擅長的是吹什麼樂器? 我最擅長吹就短頂 短頂? 好, 這位妹妹穿耳積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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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麼? 大家好, 我叫郭榮 我今年六歲 你最擅長吹就什麼樂器? 長頂 長頂王, 今年六歲, 出年多少歲? 一、二、七 很厲害 好, 接下來就是你了 你叫什麼名字?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叫呂家喬, 我今年十一歲 你吹就什麼樂器? 我最擅長吹…長頂 恭喜三位是未來天才級的音樂 既然有天才級的音樂家 當然有天才級的老師之中的導師 但是我最擅長的 大家好, 我是吳老師 大家知道了 是… 歡迎大家掌聲, 感謝四位 謝謝 感謝大家 歡迎來到天之小課 好, 今天小朋友很厲害 我想問問幾位小朋友 你六歲, 天朗幾歲? 十歲, 我十歲在做什麼? 我不知道, 我還不想知道 還在看卡通片 還叫我媽媽, 但我就是… 我還在看卡通片, 煮足食 我還不懂得玩樂器 他已經考過很多級數 就是英國王級學院 包括二級獎 還有八級的級數 八級的課程 聽聞, 你好像也有級數 我很低級數 你給多少? 我就不級數 也算是這樣的, 你看我 但很大, 因為我不可以跟他們比 別說了, 不如說了 沒有現場 今天三位天才音樂家 都帶了三種不同的笛 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如先說你這支笛 究竟有什麼名堂 以及有什麼厲害之處, 好嗎? 你這支笛叫什麼笛? 短笛… 我想問玩短笛是否很難吹 而且手指要很靈活? 要的 你平時學的時候 一天學多少個小時? 一天學大約一小時 一天一小時? 一天學三百六十五小時, 是嗎? 小師傅, 我這樣算嗎? 好… 你很害怕, 你弄得少不一油 不如先聽聽天朗 為我們示範和吹咒 短笛的音質給大家聽聽 看看有什麼特別之處, 好嗎? 好 稍後麻煩 吳老師, 講解一下音質的特性 好嗎? 是 好, 今天請天朗 你示範一下吹咒 你專長的短笛 我們給你一聲短笛王 天朗 好, 先示範一下 一二十五小時 這首歌是甚麼 拉牆 拉牆嗎? 我不知道 好了… 很厲害 這裡三重的吹奏 你怎麼大開眼睛 剛才我聽說像以前小時候忍者的遊戲 對, 我看見你像電池一樣 不是, 可能不是電池 之後它連接的雙倍 我自己中了幾乎 好, 導致真的很靈活 而且很高音, 你看見是很密 導致, 你知道, 可能你太遠了 你可能聽不到 我跟他一拎距離接觸 我看見你在騷擾他 不是, 因為他很厲害 他當中吹了一大堆巴之後 然後… 吸一口氣 好像大海無量吸一口氣 好, 我想問問吳老師 究竟剛才天朗吹奏這個短東西 它的音質有甚麼特性 短的比普通長的, 剛才一半短 對, 所以吹出來剛好會高一個百度 音色上比較尖, 比較高音 短的是這種的, 長度是最短的 你說如果短一點 音質就會更加尖, 高音一點 這支假設是天朗的短東西 如果我想吹奏一首 還有更加高音的歌 就是現在阿神曲, 坦的 大個仔… 如果高音一點, 是否可以切一半 那就更厲害了 理論上是可以的 事實上是可以的 事實上是可以的 不能再做小的 所以很難, 轉音方面會轉 五個半音 我想問這個短音 總共有多少個按鈕 這裡說有十幾個按鈕 剛才… 對, 像我看著玩 但其實是真的演奏 我們以前在演奏, 假裝很厲害 原來真的這樣 他還沒變得過… 還可以這麼快 所以我希望再用大家的掌聲 再給一次, 就是天朗 好, 師傅這麼厲害, 短笛 短笛王, 厲害, 短笛王 我想問你學了短笛多久 現在就十歲了, 幾歲開始學了? 七歲… 七歲後學了三年 我想問當初學的時候是… 媽媽叫你學, 媽媽叫你學 還是自己學, 媽媽學了短笛好玩 我想學這樣 我覺得自己有興趣, 短笛 好, 我想問吳老師 究竟小朋友由多少歲開始學音樂 是最佳吸收的時間呢? 其實越小學就越好 因為聽覺很快吸收到音準 和音色, 對 但長笛因為比較長 不是那麼多小朋友那麼容易 可以享受 對… 所以後來就有些… 發明了一個曲子的頭 讓他的手不用太遠 短笛會否讓小朋友學會比較容易 因為手比較小 其實那些按鈕好像是靠近一點 或是斷體 對, 但它的孔會更小 即吹孔的位置 所以要求嘴形的控制會更高 我平時在琴巷 看到橡牙白色, 十五元一支那些嗎? 錄影機那些 那些叫什麼笛? 木桶笛或木桶笛 那些是否最基本入門 你先吹息木桶笛 才可以升級玩這些笛笛呢? 指法上有點類似 但吹嘴的訓練完全不一樣 這個比較難 而且吹嘴是十遍的 其實錄影機是這樣吹的 怪不得吹不了 對 我打開一吹, 原來是不合理 我還想… 行了, 老婆哥, 走 真是很腥 好, 剛才看天鑊… 對不起, 我忍不住笑 剛才天鑊介紹了這個短笛 說過有短必有長 是 家喬手持這支是否標準長笛 長笛 不如這樣吧, 先推出之前 我們比較一下短笛和長笛的差別 差多少? 對 差不多一半 剛才吳老師說是一半的 對 對, 高度相差很遠 麻煩家喬可以演奏一下 你的手上這支標準長笛的音質 大家留心傾聽 好 嘛, 對, 低音質 還會開下 好, 高度相差很低 剛才能喔,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真是高水 不好意思, 我買一買耳油 輕出耳油, 來吧 好, 想問吳老師 今天剛才家翹所吹奏的長笛 究竟在音質上有什麼特性呢? 音質上會比較亮一點 你聽到 亮一點 對…即是Brice 聲音會… 比起短笛會低一個百度 而且短笛, 剛才看到用木做 你聽到聲音會有一點不同 用不同的物質做都會有一點不同 我想問剛才聽到, 我也聽到 短笛會高音一點, 尖一點 我想問, 剛才她唱已經有這個鈴笛 如果女生唱會不會更高一點呢? 其實… 其實不是唱的 我現在這樣說而已, 不好意思 其實男女唱是否同一個鈴笛出來 也是一樣 因為是吹氣, 吹氣有些聲音 對… 對… 不是聲音大, 吹氣 對 好, 我想問家翹 剛才天朗就說 她從七歲開始研修短笛 我想問你, 你從多少歲開始研修 大約七歲, 一年級 現在, 高手中是高手 但中間的路途 你學習的時候 有沒有說其實很辛苦 剛才你看到他們倆都是… 手指是這樣的 你看到很靈活的 對, 你有沒有覺得很累 當累的時候, 你有沒有說 其實不如不要學吧 扔開你 就是放下它 你看你的動作弄錯了 有試過這樣嗎? 不會的, 因為我喜歡音樂 是 但我又不能唱歌 所以… 你怎麼唱歌? 不是, 不能唱歌 不過我唱歌不好聽 誰說不好聽? 誰說過你不好聽? 誰說過你不好聽? 誰說的? 你平時最常唱的是什麼歌? 不懂 你懂唱什麼歌? 你懂唱歌 不懂唱歌不要緊 你專注在這個場地就行了 對, 剛才家翹示範了標準場地 還有我身邊的天朗哥哥 天朗哥哥 示範了標準短笛 各位小朋友, 廣告回來之後 到你了 做大師級的小妹妹 為大家示範這歌 第一頭長笛 各位小朋友, 休息一下 先消化剛才的音樂 究竟長笛和短笛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 你要消化了 我們現在也有這部分 可以一起唱歌嗎? 大家一起唱歌嗎? 你們不用唱歌 長笛和短笛一起唱 大家在這個休息時間分開 好, 準備, 一、二、三 一、二、三 聽到了嗎? 還沒 我們有這段時間再想想吧 來吧